忙,然后就打瞌睡,然后就忙,然后就看电视,然后又睡觉 然后你就不用思维 所以行身波罗波罗蜜多时 各位,要用时间经常修行这个甚深为妙 看到真理,超越痛苦的智慧 行身波罗波罗蜜多时 这个时时刻刻就是ING正在进行时 你要时时刻刻观察空性 所以你就没有一个我在被伤害,被尊重 各位要把这个我像拿出去 所以我想各位跟着院长 以后都会肥肥胖胖的,因为很有福报 都在坚前做善事,有福报 但是有福报还不够呢?佛教是什么? 福慧双修 对,这个慧会让你没烦恼 每天很快乐 医生说你得癌症 正好念佛,往生净土 这样而已 然后前辈偷了 太好了,放下 随缘 我可以出家了,我终于有理由了 因为你不会在乎 但是如果你没智慧 为什么? 为什么你跟我说? 没办法跟你说 波罗波罗蜜多心情,赶快念吧 所以各位,什么叫智慧 念一下,心无挂碍 没什么放不下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没什么好怕的 远离颠倒梦想 你看到了真相,不会去追求假的 所以哪一天你老公要死 你不要死,你不要死,你不要死,你要活着 那醒过来 那活着要干嘛 等一下我也再死 还是你先死,我再能死 对不对 那不知道啊,反正因为你死了,我很难过啊 对不对 那你要讨论 哦,为了你很难过,我要狗眼缠转再多活几年啊 但是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就像我要出家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说 你看我爱不爱你 她说很爱 谢谢你 所以你让我出家吧 我当时我问他 你爱我吗? 我更爱你 那你更要让我出家啊 因为你那么爱我 你一定要让我快乐啊 对不对 我出家哪有痛苦啊 我出家很快乐 你为什么不让我走呢 你为什么不像一只狗把我牵得这么紧啊 你很自私呢 你哪有爱我 她就不好意思说 但是不要跟他说这个啦 没办法啦 因为她不去分析 感情这个东西哪有真实的存在 但是我们就认为有一个自尊 有一个感情 有一个亲情 要抓着紧紧的 我不能没有儿子 那你儿子要干嘛 所以我生了我儿子以后 我懂佛法 我就跪在地上跟他磕头 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我居然把你生下来轮回啊 然后我儿子也跪 我说爸爸 对不起你 你先出家吧 谢谢你 交给你了 爸妈妈就交给你了 他让我先出家 所以他讲了一句 让我先出家 我就跪着 很诚恳的 磕了三个头 太谢谢你了 因为你是我生命的老师 没有你我不知道爱是什么 所以 但是 但是 痛苦就你要自己过了 所以我很精进 因为我出家 我的儿子被打得半死 然后呢 他妈妈心情不好 都是你 都是你 他们跟我讲 我心脏流裂开 那这样 原来我还有烦恼 哎呀我没放下 不行了 我师父说你没放下 你儿子万一被杀了 你都要能够平静 因为这个世界 有这么多猪 这么多鸡被杀 你都没有烦恼 你对你儿子有烦恼 你看 你没有 你没有精进 我碰到我的师父很厉害了 所以 你好好思维 不然你就不能出家 因为我先住在寺廟 一天到晚就从我儿子被打 我在那边给他们去笑 然后呢 我师父说 你看你看 放不下 后来我师父就叫我 开始思维 你儿子怎么死的 我师父 那时候台湾还发生一件事情 有一个男人 结了婚生的小孩 结果他娶了小三 没有回家睡 然后他的太太就带着三岁的小孩 然后他先生睡在四楼 他就叫阿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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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儿子在叫我 他妈妈 他太太一打开 他还穿着内衣来 看到他太太带着儿子 结果他太太看他出来 他知道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他就用汽油把他淋 自己 妈妈 淋小孩子 淋下去又淋他自己 马上放火 狠不狠 然后那个男人 来不及了 冲到下面 拇指都死了 抱负 很可怕 一称恨 连自己小孩都杀 自己死 小孩子因为称恨 我不甘愿你有外遇 然后我师父说 你回去想一想 哪一天你太太叫你名字 你要注意 我就是这样修行的 就一直想到掉眼泪 想到说 他们烧掉了 我就顺便超度吧 你要想到很平静 所以各位 如果你还有一个放不下 你怎么叫智慧呢 你要把万法的真实相看清楚 这一点你要抓住 你不能逃避它 如果你逃避它 你还有个我 还有个我 你就看不到真相 看经典看不懂 看佛陀心看不懂 因为你还挂爱着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为前面这些出家人 鼓掌好不好 太厉害了 放下 对不对 我还认识一个比丘尼 长得好漂亮啊 皮肤好漂亮啊 然后他偷跑出家 他家里不让他出家 他家里在南部 他跑到中部出家 奇怪 他爸爸哥哥居然可以找到中部的 没人认识的寺庙 结果一偷知 你爸来 他在后面 他在后面厨房 听到前面的声音 他马上往森林里面跑 他在森林里面躲了六天 都没出来 他爸爸妈妈 他哥哥找不到 回家了 六天被蚊子叮六天 出来整个脸都肿的 又没吃饭 他都笑 他们走了 好伟大 女人要像这样 所以出家不是腿软了 太伟大了 所以他跟我讲这个故事 我看到 哇 你好伟大 要我 我盯不了 我受不了 他说 为了出家 他说 没有关系 所以出家人很狠 不然出不了家 但是 这个狠 不拿来用成慈悲 出家人就会变狠狠 你要想说 我出家干嘛 我出家 让父母那么苦 让儿女那么苦 让家里那么苦 我如果再混 哎呀 我就死了算 对不对 没意义啊 所以我要精进 但是精进的动机 知道了 那你要精进是什么 精进不是一直盖寺庙而已啊 搞法会 精进是 断烦恼 修菩提 就这两个要抓到 因为如果你不觉得 生命有苦 你就不知道 如何帮助众生 不要痛苦 你一定要觉得 你生命很苦很苦 就像我已经发誓了 生生世世 不会再结婚 生生世世 不会再谈恋爱 生生世世 不会再生儿子 免得他会虐待的快死 所以我师父叫我思考 他怎么死 他怎么 我都 在打坐 还要放一包卫生纸 为什么 边打坐 边哭 哭到没眼泪 平静 哭到没眼泪 哭到已经 接受了 接受他的死 接受他的痛苦 各位本来修行 要这样折磨的 你不能对自己太好 因为你现在对自己太好 将来更苦 所以你要一直思维 我得癌症 我被砍 我被分 我被杀没关系 我的儿子被杀 我受不了 连这个你都要接受 你要觉得 死亡对他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你要用因果观来看 我的儿子被打 打得痛 这也是他的夜报 借着机会 他可以修忍辱 这个修忍辱 可以让他早一点成功 你的内心里面 都一直想这个 这个是一种 断烦恼 是一种挣扎 所以修行 如果你要过得很轻松 很快乐 那你就得不到解脱 得不到 形身 波罗 波罗 密多士 释迦牟尼佛 为了断除 对身体的执着 各位都听过 百千万次 隔头 挖眼睛 挖骨髓 扒皮 释迦牟尼佛 为了追求真理 那个魔鬼说 来 你太太给我 当场把他吃掉 这还不够 你两个儿子顺便给我 当场把他吃掉 然后这个魔鬼说 你要听佛法吗 我过去听过 过去佛的说法 如果 你要听到 佛法 你太太 儿子吃掉 还不够 你也要让我吃掉 那佛陀那时候 做菩萨 可以 你先告诉我 那几句话 我一定 承诺 你看我太太 儿子都被你吃掉了 我会从树上 跳下来 裂掉 让你吃掉 但是 你先告诉我 来 这四句话 佛陀用生命 用他的太太 儿子换来的 四句话 来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这个魔鬼 先讲了这两句 佛陀 那个时候菩萨 还听 真是的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这个世间 存在的一切 都是变化 无常 生灭 哇 是真理 是真理 所以那个魔鬼说 你还要再听 后面两句吗 那你的太太 儿子都要给我 所以就剩下这两句 然后 那个时候菩萨说 你再告诉我 你再告诉我 我一定跳下去 奉献给你 然后他就讲了 念一下 生灭灭 即灭为乐 各位要背下来 对这个世间 变化无常 你已经不再 起心动念了 生灭灭意 外面的事情 是不断地变化 但是你的内心 生灭灭意 不再起心动念了 即灭为乐 这才叫解脱的心 佛陀听到了以后 他自己就在树旁边 拿刀子插下去 挖 把骨头拔出来 用自己的骨头 自己的血 磕在树上 把这八个子 磕完以后 爬到树上 跳下来 因为虽然他听到了 但是他希望 所有人都知道 这四句话 在背词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 即灭为乐 你之所以会生老病死轮回 是你的内心 还有生生灭灭 起心动念 没有安住在空性 还有喜欢的贪 不喜欢的撑 还有这种爱恨交织 所以你就在生灭 变化的痛苦里面 如果你能够完全接受变化 完全智慧如虚空 装载一切 接受一切 如土地承载一切 接受一切 不再起心动念 那你不是很快乐的吗 所以各位 如果你跟你的先生太太说 跟你的股东说 你不要对不起我 那你会很痛苦 因为什么 因为你每天担心受怕 怕他变化 怕他老 怕他病 怕他死 一上车赶快绑安全带 不就当你弄死 我现在也绑安全带 为什么 身体不是我的 我现在是众生养我的 所有众生都是我的母亲 现在他们对我可好了 我海涛法师感冒 他们哭死 每天都拿补品 搞不好 补死 就怕我 因为人家对 师父 对你还不错 因为我现在是吃大众的 被众生养的 众生都是妈妈 我不能让妈妈受苦 安全带要绑 不是我怕死 所以 以后要替众生想 所以各位要去了解 所以佛陀一跳下来的时候 一跳下来 那个魔鬼就变出 他原来 哎呀 我佩服你 结果从他的嘴巴 又把那太太 儿子都吐出来 这个魔鬼就发育了 我守护你的国家 各位 降魔是这样降魔的 降魔不是用武力 降魔是用慈悲 用智慧 魔就被你降掉了 所以修行 哪一天你在打坐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魔鬼跑过来 你要说 你嘴巴打开 干嘛 我要跳进去 给你吃 你要倒过来 那个魔鬼马上就变 变莲花了 但是如果你怕他 他就把你吃掉 因为你有一个我在被我吃 他就会吃你 魔就是知道 你有这个我 我爱我恨 他就要伤害你 如果你有空性无我 魔鬼伤害不了你 倒过来 做你护法 这个叫降 念一下 降魔成佛 希达多太子最后 手放在地上 降魔成佛 那这个魔在哪里 不是外界 是心里的我 烦恼 怕自己受伤害 所以佛陀在魔鬼 伤害他的 佛陀不但是 没有一个我在被你受伤害 还对这个魔生起慈悲心 叫慈心三昧 所以魔鬼的武器 都变成莲花 这样 所以念一下 来 慈悲